向这个日本政府来表达我们的感谢 他在提供了我们30万剂的那个AZ的疫苗 那总共到现在已经捐赠我们420万剂 那当然也非常感谢谢大使在日本的努力 高铁难言已经成为定局了 但是交通部现在又释放利多消息 而且是加码在问大家说 假如高铁让它能够环岛建设可不可能呢 这个交通力多恐怕要考验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我们透过地图带您来看到 高铁确定南沿从左营到屏东这17.5公里 是已经拍板定案的 现在加码说要不要来到东部先来到宜兰 从台北的南港到宜兰50多公里 将来还有渴望环岛吗 中间的变数跟困难都非常的多 首先我们来看杂社会